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会为五年之后 他再度的访美 那么跟上一次不一样的是 这一次他终于品尝到了白宫国宴了 夫人Michelle一手打领着 国宴菜色宾客名单 那么在这个座上宾还包括了篮球巨星 姚明 艺人成龙等等 国宴的主要菜色有哪些呢 包括龙虾 牛排 与苹果派 外界预估这一餐每个人 大约至少要80美元 折合台币2400块 欧巴马夫妇在白宫举办国宴款待胡锦涛 逆雪儿一身大红色的长礼服 象征中国的喜气颜色相当抢劲 胡锦涛拍照时仍然保持一贯的严肃表情 只有当欧巴马和他握手时 才难得露出罕见的笑容 这场超过200名宾客的晚宴上 欧巴马特别邀请前总统克林顿和吉米卡特出席 另外篮球巨星姚明和艺人成龙也是座上嘉宾 晚宴上欧巴马不忘再秀他的中文功力 干杯 干杯声此起彼落 而由蜜雪儿一手打理的国宴菜单 前菜先以水梨蔬果沙拉 橘酿胡萝卜和黑蘑菇来开胃 并搭配2008年份加州俄罗斯河谷生产的白酒 前菜结束后再来一杯柠檬雪酪 轻轻口气 接着是主菜上场了 包括美国人最爱的乐眼牛排 配炸洋葱圈 烤马铃薯奶油泼菜 当然还要搭配加州哥伦比亚谷盛产的红葡萄酒 而最后的甜点则是传统的苹果派 香草冰淇淋 并搭配2008年份含有果香的罗林斯白酒 有美酒佳肴 当然还要有动人的音乐 白宫特别邀请中国钢琴家朗朗到白宫献衣 演奏我的祖国 在悲谎交错的晚宴上 中美工坊再继续过招 中间新闻聪明报道 在把油画 코� répond订阅到白 ger Metron